大家好,我叫Zoey,是一個健身教練 這段影片就是記錄我的新童飲食 第11天,試過是這樣 在6月4日的時候,我就開始了新童飲食 為什麼呢?因為新童飲食一定有很多人追蹤 其實我都沒有說哪一個飲食方法是最好的 從來都知道是否適合自己 但是因為很多人有這個疑問,有很多人想試 所以我就決定以新示範自己的身心去飲食一下 讓我可以作為一個過來人 跟大家分享經驗 由4日到今天,15日,數一數一數一數字 已經說過快,第11天了 沒錯,身體上已經出現了微軟的變化 所以說法都挺正面的 看回數據,每天都有記錄 我的總量呢,就試試講DJG 其實已經是偏低的,減少了 一直在這個位置,很難減少 但是短短11日,我已經是45.9kg 是很恐怖的 我中間有嘗試加大食品,也聽不到 然後呢,我的脂肪含量呢 是由這個,在第7日,已經減少了正脂肪 但在0.6公斤 我們也都當過熱筒 也都是一個心動力的一個測試 也都是,證明了我進去 我亦都沒有任何化 我其實在晚上全程都吃了 那好了,為什麼不說這麼多廢話呢? 其實因為我拖延了時間 我現在蒸了手營 就是呢,我買了這個熱筒機 因為熱筒始終都沒有做 熱筒是正式 但是,我沒有失控的一半最短的成果 其實呢,我真的不太想 因為我一樣的 要做一半才做的那樣東西 其實我第一次用的 我怕我為什麼不吃肉 你看看,很大隻雞 接著呢,這個呢,就是 頭獅子 正式不認真 我現在就準備要走 我真的很怕 很累 我為了大家做得慶順 啊 有張椅子 這個應該是拆的 差一個電架 啊,洗了手了 你看看,我正在那裡 你又反映了,他知道我做生意 好了,最怕的東西來了 我研究了已經很久了 應該是 是不是這樣呢? 我真的很怕啊 殺了好過了 糟了,會不會過世啊 很過激 我會不會過世啊 很過激 我會不會過激 因為呢,這個不一定的 應該是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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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小的 其實我的長生呢 你不要讓我練習 十秒 你會不會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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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快點 一陣子 我可以拖延時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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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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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啊 死了 會不會太少 你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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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動她了 我不動她了 你呢就關機了 然後呢 現在看到是不是 說 如果她沒有開始計時 我會不會太多 所以我會給她多一次 10元一張 這個 這個 因為我要浪費多一次 都是少啊 我的手指才慘 啊 啊 十幾米 好了 那一次 很快就浪費了 啊 啊 有快點了 有快點了 5 4 3 2 1 1-4 都是一個 1.2 合格 合格 耶 啊 1點都過了 再見 那也挺開心 因為我想分享一下呢 作為一個 新友的新同經歷 就是 其實呢 要在減之前 做運動對我來說 一些能力都沒有 這是我的試試 或是我們瘋狂喜歡的試試 但是呢 要減速的時候 你不想入食呢 其實是 忍住我的大胃口 是辛苦的 但是呢 新同一個網路 我買了一些 沒有緊張 只是我再加了這麼多 但是你的感覺是 雖然要戴上生化物 但是 其實 頭一兩天可能不習慣 就是習慣了 試驗了之後呢 我就覺得 其實是 完全沒什麼 反正很多以前的 不知的惡性物 都可以去試試 那我問以前 那種足智 但是我的胃口 所以呢 成績也挺開心 好 我會繼續努力的 大家等到我之後的分享 拜拜